林慈安议员从不同的面向为新主事的原住民朋友争取权益 首先他肯定是政府今年推出足语振政奖励金的制度 也提出了希望能够在考前开设密集家教考前冲刺班 刺激足语推广的强度 另外针对原住民朋友短期奔丧跟探亲的住宿补助 还有往返原乡参加岁时记忆的交通补助 以及降低原住民朋友使用敬老卡的年纪等等 他都没忘了要努力帮原民朋友争取权益 因为这个敬老卡这一次市政府也在4月份呢 有做一个可以搭乘计程车这样子的一个福利 其实族人非常的羡慕 而且他不只用在这个地方 还可以用在客运游泳池运动中心 种种非常多的地方可以使用 那我们原住民族因为平均民族就少于一般的 这个国民年纪少10岁左右嘛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下修到55岁 那关于扩大55到64岁 放宽这样子的年龄限制的话 其实也是牵涉了整体的预算的考量 所以市政府社会处呢 会再进行同盘的预算的研议 那针对未来是否要开放的话 我们会再进行 中淑英议员延续前几个一期对将军村规划设计的关注 希望文化单位能够珍惜历史的遗迹 也将预算用在刀口上 好好维护管理周边的环境 那我们是希望说 现在的将军村 不管是之前的一期 现在二期三期也好 能够设计出来 整个对眷村文化也好 对建村的情感也好 对眷村的元素也好 它是值得我们全省来我们新竹做个参考 跟一个取景的一个地景预述 关于整个园区的这个维运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委托后时聚落这个团队来运作 那有相关的这个营运上面的问题 我们当然文化局会做起督导的这个角色 那第二期工程目前进度如期 那当然我们也很期待 就是在11月的时候 全区可以来完成正式对外开放 那可以回应到这个将军村土地园区的一个精神 李国章议员花了许多的时间关注教育的议题 他先提到了时生比 希望新竹市能够降低时生比 借此才能够提升教学的品质 减轻教室的负担 同时也优化师生的关系 接着他提到了官埔地区的校舍不足 将会影响学生的就学权益 希望市政府能够未雨绸缪 真正可以容纳的 这几个学校 这几个年里的学校 包括建工关东 龙山科园关普 可以容纳的学生人数只有6783人 8761减掉6783 还有1978个学生 要何去何从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再延宕 这个问题是不论哪个政党在执政的时候 都必须要延正 而且是很列为优先施政的目标来处理的 确实会有一些不足的部分 所以我们近年来已经投入很多经费 包括龙山国小已经新建了 增建了九间的教室 那未来其实我们也在进行中了 已经进行中了就是 包括光武国中 包括建宗国高中等等 我们一共也预计已经要投入 已经确认投入经费 将新建47间的教室 就是为了提供这些国小的学童 有一个足够的一个受克的一个空间使用 单位业务咨询第二天 三位议员从不同的议题监督市政 期望市民朋友们能有一个依据的城市 记者林彦斌 蔡文起 新竹采访报道